路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 不是在想说 不知道他是人只把他杀了 所以用这句话来讲吗 不是 他的原因是说 我为你们上来持自驾 为你们流血 我就这样子为你们这个世人使的 这里面是一个用 你们不晓得 不知道 不知道神的救恩是什么 我为你们不知道所犯的罪而死的 是这样子 这个明白通了 是 这个过去你们有讲吗 没有 是没有 我们一直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下来 是为我们的这些的罪 是我们现在所犯的罪 可是我们不知道最初的那个东西 神其实是为了我们最初的那个东西 我们常常就是最初的那个DNA 所带下现在的那些犯罪 好我通了 明白了 对 就是那个原始的那一个动机 他这个像十字架的动 就是说耶稣说他们父啊 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不晓得是讲的这些人类 把他给杀掉的这个动机 不晓得这个动机 还有这些人类做这些拜偶像 做这些事情 他们的罪 为了世人的所有罪的动机 不知道罪的动机而死的 哇 这个是很大的买单啊 这是很大的买单啊 这个是最大 有没有是最大的买单 是 是的 哇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不知道这个 要把它抄下来 好好写出罪状 真的是太威了 那是最大的买单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解掉我们身上的咒诅 你应该 我们应该这样子写的说 主耶稣 我们的祖先不知道 拜偶像 没有问世你所犯的这一切 不认识真神的罪 今天你要因着 你在十字架为我们 你代求的说 父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犯了罪的不知道 而你为我流血 所有我祖先所犯的罪 奉耶稣的名 天父上的权柄 圣人大人来祷告 阿们 这样就消了 不是吗 因为你上十字架 是为了我祖先 不知道拜这些黑暗权势的 这个罪 所以我今天要使用 你在上十字架 所做为我做的 这一件买书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来认罪的时候 这件东西就买书了 阿们 那祖宗咒诅这一块 就解决了 对 是的 对不对 是 杜力群你觉得呢 嗯 怎样 对 我知道牧师说的这个意思了 就是因为我们 祖先 以前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拜偶像是罪 但是现在因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买足了这个罪 不知道的这个罪 一笔勾销了 对不对 阿们 所以为什么后面才写说 咒诅会变成祝福 就是因为 连下来是因为他不 我们他为了我们不知道 所有 我们所办的 拜偶像所做的这一些东西 所带来的这些咒诅 所以 神才会因者说 我们不知道 父啊 他们所做的不知道 所以包括所有偶像 或是所有的坚固因 或所有的 那个 就是刚刚讲的 偷窃 毁坏 这些东西 全包在里头 他都不知道 所犯的这个动机里面 全部都买单了 耶稣全部都买单了 不是我回应 你在讲这些 就是讲这个不知道的时候 就是在刚才 我里面看到 樱花 粉色的樱花 全部开了 樱花开了 特别的灿烂 就是 漫天漫地 全部都是樱花 我看见你 站在船上 然后呢 就樱花 就是 铺满了你 就是 就是很美很美 哇 粉色的 特别娇艳的樱花 就是 整个的天和地 我看到很多条船 我觉得就是 丰盛吧 神要把那个船里面 要装满 那个鱼啊 装满好多的 那些宝贝 让我们满满的 对 你昨天看到摩西在上面 颁奖 跟我讲一下 你怎么看到他怎么颁的 可以吗 摩西在上面 不是我吧 你不是讲说 他们十二门徒 十二支派 然后就一卷一卷的 是你看到 对对对 我在上面 对 我好像就是 牧师你在讲的时候 我也有画面感 好像也被提到上面 对 我也看到那个 就是拿着那个 就是整个就像 好像是那个 宏伟的那个 卷宗一样 就是看到很 很宏伟的一个状况 包括就是那些人物 都很鲜明 那些人都要于我的 这个颜面 就是那个 好像看电视剧一样 对 看到摩西 真的吧 是不是 然后就一卷一卷的发 对不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 所以 感谢主 我们今天做一个 结束祷告吧 今天太威了 讲这个不知道太威了 也许你们 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说 这个浩瀚 浩瀚 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救赎 我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 就是说我们以为 以前神的救赎 只不过是个小溪 可原来不是 它是深如大海 这么大的水源 可以用 这样子 对 对 好 好 我们请 力群 要为我们做一个 祷告 结束祷告吧 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你给我们的救温 是这么的浩瀚伟大 主要 我们真的是 让我们的是一个小小的脑袋官 我们真的是 没法认知你给我们的救赎 主要 今天谢谢你 借着保黎慕斯 哦这样的 再来诉说你的恩典 诉说你美好的 哦主要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 也恳求你 将那个 自人智慧启示的灵 多儿又多的赏赐 给保黎慕斯 也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家人 好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能够去诉说 能够去传讲 也能够去见证 哦主要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 哦那些不知道 哦主要 好使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 哦主要 不再是那些奥秘的 那是真的是 向我们的心 多化的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 能够来领受 谢谢主 你大大的祝福 保黎慕斯 也祝福我们献上的每一位家人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耶稣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死 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不知道 神把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什么不知道 主啊耶稣 谢谢你 成为人的样式 待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这个不知道里面 包括了亚当夏王 当年在伊甸园犯的罪 也借着十字架 破除了这一切的咒诅 那是很威的 这是很威的 意思你赦免了夏娃的罪 你赦免了亚当的罪 他们的罪不再被控告 我们罪也不败被控告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 从古到今 从死到末 已经买熟了所有的咒诅 买熟了所有咒诅的代价 买熟了所有咒诅 带来的这个 要赔的这一个 这个痛苦 你的恩典 真的是浩瀚无比 浩瀚无穷 所以你的恩典 真的你的恩宠 你给我们的恩典 真的是大到 我们的无法数算 阿们 把我们亚当夏娃 所犯的罪 用的十字架的 耶稣说 父啊 请你原谅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并不晓得 这包括亚当跟夏娃 当时在伊甸园犯的错 当时魔鬼 这样子诱惑人类 所犯的错 全部一笔口销的 也都已经到最大的买 买了这件 用耶稣的释迦 买熟了这件事情 太危了 我们还没有拿出 我们的信心 相信这件事情 已经被买熟了吗 我们到现在 还是如此小心 我们还在想 我们只是在喝一滴 每天都跟人家 讨矿浅水喝 我们不知道 我们家里面 就是一个三权 我们都不知道 祝啊 真的是不知道的罪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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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用这个 去包容我们的弟兄姊妹 更难 更难 所以说我要如何饶恕你 你就如何饶恕你的弟兄姊妹 这个饶恕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 主啊到我们饶恕 越大的时候 你给我们的恩宠的 那个断数就更大 更威 更能 就像大卫 饶恕了这个少罗 所以他的王权 可以到现在 都还到今天 我们还要大卫的自派 神啊 我们真的是不懂事 我们真的是傻孩子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死了这个不知道 的这个罪的威力 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 所以你说 耶稣的爱 真的是 常常说天有多高 地有多大 还有多深 你对我们的慈爱 就有多深 你出去我们的罪 就有多大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主啊 真的是赦免我们的罪 阿们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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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神今天讲了一个 一句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 他里面的深意 这么深 这么的浩瀚 太深了 他意思是说 你的罪如同宇宙这么大 是不知道犯的 我都可以帮你输掉 那 你谢主 厉害吧 厉害厉害 如果你的罪像宇宙这么大 只要不是 只要是不知道出来的是父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都可以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哎呦 是弟兄讲话了 讲得太好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今天早上我的流泪了 讲得太好了 没有东西 可以在神的恩典心之下被震撼的 讲得太好 把我们在不知道里面所犯的东西 不知道犯的破产 不知道犯的这个 通通都买熟了 就算你身上有多少疾病 多少的那个通通都买熟了 不知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下线了 明天再聊 明天再聊 我今天说了 我们的课程到1月18 2月18号 还有10天 10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油 加把劲 我们10天之后 我们就要休息3个月 然后我们要做很多的课程的 这个后面的预备 预备 预备后面的课程 所以牧师也要去充电 不能随便乱讲 乱讲不好的 我不能是牧师 还不知道还乱讲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还是要 还是要预备一下课程 预备课程 但是我今天讲的是神的话 在这个路加福音讲的话 这个不是我讲的 对不对 是 路加福音23章第34节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要去赦免 在我们生命中 最难对付的人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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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搞 搞 搞 搞坏的人 我们要去赦免他 你看约伯 去赦免他三个朋友 要是我是约伯一定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要不知道 不知道的罪 神已经赦免我 我们要赦免别人不知道的罪 这是很 很不容易的 人家不知道这样子 冒犯你是一种伤害 去相信他们是 他们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是对你的伤害 原谅他们吧 好吗 哎呦我的 我的手上有金粉 天啊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你们手上有金粉 快点快点 有没有 有没有 我手上真的有金粉 哇 手上有金粉 好神奇啊 感谢主 有没有看到你们手上有金粉了吗 小琪又 我手上没有 你赶快祷告吧 主啊 谢谢 你的同在 因为我们同在 我们手上的金粉 就代表你的同在 主啊 谢谢 小琪你有看到 你身上有金粉 讲话 哪里有金粉 头上 手掌 手掌有金粉 所以小琪 今天的道是为你讲的 是不是 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我需要你 继续 在这不知道张宗牧师 有没有告诉你 叫你要知道 但是怎么样 没关系 你的祖先亚当跟夏娃也长得这样 所以耶稣已经说 他都已经买书了 不要再犯就好了 不要再犯了 今天知道就不要再犯了 聪明一点 我跟你们说 怎么能够对付不知道的罪 没有人有意义要知道吗 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有了智慧你就会知道 那些是 那个是罪是神不喜悦的 你就不会再继续做到 阿们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你要敬畏神 你要去还有就是神的话是智慧的源头 所以你要有神的话 所以有神的话 有神的敬畏神的智慧 你里头那不知道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犯的错就越来越小 阿们 阿们 有没有对 非常对 有没有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 其实我以前跟你们一样 我的牧师讲什么我也听不懂 牧师跟我讲东 他念这个东西给我听 明明是 讲的是 他讲的东西 我听呢 全部都是负面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正面的 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 就下线 那时候很 刚进去这个教会 也刚信主两年吧 很幼小的生命 那个时候我脾气不是很好 我的脾气真的很差 那个牧师呢 好像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 我做了 结果早上一个 一个牧师 周牧师跟我讲说 哎 我令你做这事情 有点伤害弟兄姊妹 怎样怎样 好 我就说好 这倒改 下午 又一个牧师 召集我 跟我的 就是家人 又这个 又在 又在讲同样的事情 我忽然之间很生气 把桌子都翻了 就骂着那个牧师说 你有没有道理 我早上才跟 周牧师还跟我讲完 现在下午 你又跟我讲同样的事情 你们烦不烦 我就把这个皮 就皮气就杀在他们这个 这个身上 我没有办法 我那时候是很恶劣很坏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 我不知道去控制我的脾气 我不知道这个脾气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伤害了人家 我就大小姐高兴就这么做了 到今天 人家对我这样 我得好脾气 说不要这样 这是报应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以前对牧师那样子 结果我会需要花13年的时间 到今天 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还要忍耐 这一些 他们对我所做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人有的时候 这个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那时候 牧师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 看圣经也看不懂 神讲的话 你也不知道 就后来 我犯了这个大错之后 那个 那个师母他们就说 母亲这样好不好 我陪你读圣经 我们读真言 读诗篇 你一天读一章 一章去选两个经节 你最喜欢的 我们来读圣经 我说爱神没问题 他们看我还有一个点 爱神的心 这个人还有救 他说好吧 我们来读 就开始读圣经之后 就开始背 每一天都背一节给他听 又用电话背 诗篇 读完读真言 就这样子 把这两大章 这两大本的书 就读进去 可是我虽然也不知道 读去也不知道 就像说马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有的时候真的是 深言诗篇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心 我有敬畏神的心 我有爱神的心 我有敬畏神的心 我去读他的话语 这时候 我慢慢慢慢的 把我的 那个仇敌在我身上的领域 就慢慢慢慢出去 我就越来越像神 然后越来越有神的智慧 越来越知道 怎么转变 就不像像马皇 这样的 这样的吸血虫 然后慢慢慢慢的 知道神的心意 慢慢的做事 就不会这么多的错误 但是还是会有错误 但是至少不会 就控制一下脾气 但是这个脾气 也是很难控制 然后慢慢的 神才训练我做传道人 你知道做传道人真是苦啊 不能打不能骂 不能够被人家骂了 也不能去告人家 多委屈啊 也不能告人家 完全要按照圣经的规则来弄 这是很累的 但是今天神讲的这个道 我终于明白 耶稣为了你不知道的罪 而死的 这个代价是 很大很大的恩典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 讲过这个道 这是今天神跟我讲这个道 他说你的不知道 跟全世界的不知道 都被我的血 为我丧失价的血 为你买赎了 为世界买赎了 为从古道经 从亚当夏娃那个年代 从亚当夏娃 他们在伊甸园有犯的东西 所以耶稣常常讲说 耶稣的宝血可以破除一切的咒诅 直到你的 直到你祖宗 直到你的那个世世代代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没有办法理会 我们都不理会 那怎么去破除亚当夏娃 原来亚当夏娃当时也不知道 魔鬼是欺骗他们的 所以他不知道的罪 神也在这个时代的 那个时代 耶稣上是这样 也把他整个家 刹一个 也买赎了 哇 这个是很有恩典 奉耶稣的名 祝福他的恩言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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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加油 金金 谢谢牧师 金金听完之后 我们很压抑 是 想后面我真的全明白了 全通了 全通了明白了 怎么明白法 真的是 我们之前 我们在我们祖先和我们以前之前 我感觉我就感觉看到 是一个很黑很黑很大的一个球 这是污秽的不得了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枝条 细细的黑黑的很多 可是我们认的时候都往下面 都在剪 都在都在做 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做 我们在在行 但是剪啊弄啊 就是这些东西还会长出来 还会多少年之后 这些东西还会长出来 因为你这个源头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到这个这个最终的那个罪 我们真不知道那上面的这些东西 现在我知道 那个黑色的大球使得那个宝雪 通通一滴滴全部流到那个大球里面的之后 把这些黑的水全部倒掉 全部洗净 洗白的时候出来的 细的出的 全部都是圣洁的 都是蒙神恩典的 哇这个我真的明白了 那个大图 哇太好了 我们在等你的大图 好 我们还是赶快去找一个3D的来 这张东谁会画3D的 跟我们报名一下好不好 我们打算要画一些3D的图 3D的图 或者是有动画的 报名一下 一定要找一个动画师来把所有东西画一下 太多图了 要把它画成3D 既然刚刚有看到樱花都要开 所以我们就去给它开花吧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明天要讲的叫做生命成长五大阶段 一定要讲了 谢谢 拜拜 顺心 拜拜 顺心好吗 顺心 我刚才有一个 我儿子是 就那个画那个动画呀 画那个成语故事呀 但是我不知道 人家 不知道怎么 怎么为他祷告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我生活当中 就是在我里面 课多的时候 那就很好啦 你刚才说不知道啊 那神就把你的不知道的罪都买收啊 赶快去把人的不知道怎么祷告 赶快交给神 OK 就这样子 结束 好吧 唯不唯 他不知道 下次说不知道的 通通都可以买收 都过关 最低限度就是不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牧师啊 就是这孩子们 小孩子们 我家有个外甥上岁了嘛 这孩子们就是看不上这个 咱们属灵的动画片呀 那个 就是看在世界上的 这里头我心里 就不知道说该怎么办 不是这么一天讲了吗 不知道都被耶稣买收 赶快去把不知道 你就刚刚讲的东西 全部都去祷告 神都会买收 OK 你的小孩没事 会好的 是的 他不是说了吗 不知道神都买收了吗 所以去赶快把他 给他祷告 就会买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顺心 好 加油 不知道 神都会买收 对不对 那个金金你让听懂了吗 是的 是的 听懂了 因为他钉死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他不知道 为什么不爱主 也在耶稣钉死的范围之内 所以也祷告通 阿们 阿们 我很开心啊 你们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永珍听懂了吗 有 听懂了 真的是宇宙超级无敌棒的一个讯息 没有人讲得出来 真的从宝林牧师这讲出来 宇宙无敌超级大的不知道 对永珍来说 通通通通变成宇宇宙无敌大之 宇宙无敌的大恩典要领到我们 是领到我们所有的家人 听得懂的人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 我马上就翻到雅克书了 雅克书的第一章21节里面有讲 我曾经有稍微问了一下 就是别的牧师 他里面当时我就有这个疑虑 就是藏在最深层的黑暗 最深层的我们就是不知道的 有的时候在我们潜意识里面 啪就反射出来的 也就是说本能反射出来的 其实隐藏里面那个就是不知道的罪 那21节就是说 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 和淫于的邪恶 我就问这个淫于的邪恶 不是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吗 那牧师一直 很多牧师都一直 他们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受洗以后 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我们最多洗掉了 那洗掉了为什么还会 有一些 你就会觉得卡卡的 不顺畅的 身体小毛病 有的时候就会 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那那个淫于的 淫于的为什么 淫于的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我当时就想说要找出来 哎呦我的天哪 保利牧师你今天就把这个我们英语的罪 全部挖出来 挖得好深好深 就是你讲的牙哥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这样照着禁止 对着 就是你不能一直 制造雷犯 不行 只有出犯 对对对 嗯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这 我们 而淫于的罪除掉 就像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 我们灵魂要圣洁 要洁净 就是把我们一切不知道的罪 全部都要真的写出来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哇这个真的是 哦 了不起天大的一个道 了不起 不知道的 他是为我们不知道的罪而定在十字架上的 是是是 这很威啊 这很威 很威 感谢你 那我先讲永真 送你一个更威的 好 不知道的罪 不知道的病 不知道的贫穷 我们通通都都可通用 哦 是 收到 了解 厉害吧 厉害 感谢牧师 厉害 你加油 好 因为生已经买熟了 厉害 感谢主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下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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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 拜拜 好 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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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